好 在这一边呢 它有一个particle 它就直直走啦 ok 然后从point o这边开始 然后它的s呢 的function呢 displacement的是s等于2t cube-24t square加90t 它叫你calculate the distance when t等于8 ok distance from the point o 所以你就直接t等于8放进去这个equation里面 所以你t等于8你放进去28 cube-24t square加90乘8等于208 ok 然后接着呢 那你就拿到了答案了啦 如果我们要检查的话呢 我就这边2x power cube 然后再来-24 然后x square 然后加90 ok x 然后clc t等于8 所以在t等于8的时候它是208 meter in front of the origin 所以你就心里想它是这样的 在这一边 ok 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 straight line 所以它这边是o 然后这边是208 就是说我的这个它从这一边不懂有没有转头啦 总之我就是在20在t等于8的时候它的位置是在它的前面208 然后t等于1的时候它的velocity 我们要知道我的ve呢会是等于ds dt 所以刚刚的这个ve它给我的我differentiate它 所以它differentiate这个它会变成366t square 然后它就会变成6t square-48t加90 所以它这一边6t square-48t加90就是这样 然后t等于1你把1放进去里面 6e square-48乘1加90 90加6-48 然后拿到的是48 ok 然后acceleration when t等于3 so我的acceleration呢它是dv dt 就是说这个我再differentiate多一次 所以它会变成12t减48 然后t等于3你放进去 然后它就变成36-48等于-12 然后呃它说when the particle stop momentarily的时候呢 就是说它的velocity等于0的时候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6t square-48t加90等于0 然后全部都是6的倍数 6,8,4,8,5 然后它全部一起除6 然后过后呢它再来开挂弧3515- 所以t等于3t等于5 所以它在t等于3跟t等于5的时候呢 它有停一下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它转方向的时候 ok so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题